雙管旗下科技防災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关于雨量的监测 各位可以看到在屋顶上面我们都有装设雨量桶 还有在沿着这个溪流的上中下游 我们也有装设另外两只的雨量桶 我们也有布设了四只CCD摄影机 可以监控不同方向有关于这个溪流 各个方向土石流的可能发生的路径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要指出来就是 因为我们为了要确保在灾时 能够提供及时的资讯的话 我们需要利用卫星的通讯 来把这些资讯及时的传回到 水土保持局的防灾应变中心 同时包括分布溪流畔的摄影机 与红外线投射灯 检测CCD影像系统 检测土石流动地表振动的地深 检织器等观测仪器 收集到的情况也会同步 回传到监测站的电脑荧幕 包括雨量等综合讯息 民众上网点击也能一目了然 监测站全年无休 一旦判读讯号异常 就会发出警报 让民众能及时撤离 所有资讯都是跟水保局的 防灾应变中心有连线 那现地的所有资料呢 都有传回到水土保持局 那我们后端的工程人员有 在台风期间有确保这个机房的运作正常 包含电力啊所有的资讯 那这些资讯呢会提供水土保持局 在做避难疏散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决策 以八月底的南马都台风为例 尚未达发布警报的临界值 但依照观测时的雨量来推估 大鸟村仍在水保局警示下 预防性撤离 尽管对撤离已经不陌生 但对家园何以会爆发土石流 许多村民直到现在仍难以理解 擅长从生活取材解释学理的 水保学者吴家俊教授 拿牙膏举例 你把牙膏先盖紧了 然后在里面湿粒 你就让湿粒这样挤 然后你把那个受力的牙膏 你就放在洗脸台 第二天早上起来刷牙的那个人 一开那个牙膏会挤出来 那个挤出来的现象 也是土石流的另外一种 特殊的流动行为 换句话讲 台风来了 不是每一条溪流都一定会发生土石流 它必须要有足够的条件 它要有足够的土砂水的混合 它要有足够的外力去推动它 它要有足够的坡度 让它能够顺利的往下移 它才可以形成土石流 莫拉克时的大鸟就像是被印挤在瓶口爆开的牙膏 系列整治后 惊吓第一个进入台湾的台风南马都 从大午登陆来势汹汹 大鸟村幸运的毫髮无伤 水宝局跟村民也松了一口气 但在气候变迁下 减灾不能光靠硬体 智山防洪工程再固若金汤 民众防在意识也得上井八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